想发射火箭,就得先了解地心引力 想做好瑟普,就得先了解法德姆特方程 虽然瑟普像个长袍比赛 但冲刺夺金却不是比赛目的 作为一种分离技术 瑟普的重点是通过长袍把化合物们分离开来 那怎么样能获得最理想的分离效果呢 在瑟普里,用理论塔板数N和理论塔板高度H 来评价瑟普注的分离效果,也就是注效 瑟普的原意是表示颜色的普代 先问问同学们,你觉得这两个普代 哪个颜色区分更明显呢? Bingo,是左边 其实,两次分析的保留时间差别并不大 但左边普代的颜色更加集中 也就是分宽更小,分离就更好 那如何得到最窄的分宽,最佳的注效呢? 这就要看传说中的范德姆特方程了 左侧的H是指理论塔板高度 它代表着分离过程中的分展宽 越小越好 V代表流动向的流速 ABC代表影响分宽的三个因素 如果把样品在色不注中的运动 看成是士兵行军 风的宽度就是到达终点时 队伍的紧密程度 哪些因素会影响队形呢? 首先,士兵们遇到一条坑坑洼洼的道路 因为坑洼的程度不同 在前进时,要不断改变方向 一路下来,队伍很快就变得凌乱了 这种道路不平整引起的队伍散乱 叫做涡流扩散 对应范式方程的A项 怎样减小它呢? 很简单,把路修平 或者把坑挖均匀就好了 对应到色不注力 可以选用粒径更小 更均匀的颗粒来填充柱子 接着,我们注意到 前进时,有人快两步 有人慢两步 发呆唠嗑看风景 本来很整齐的队伍又零散了 而且行军速度越慢 这种散漫程度越厉害 道路越宽 也越容易变乱 这种队伍自身的散漫 被称作纵向分子扩散 对应范式方程的B比上飞向 怎么减小分子的扩散呢? 可以快速行军 变多列为少列 在色不注中 我们可以提高流动向的流速V 并且选用比较窄的柱子 接下来,一片花园挡住了前进的方向 队伍只好打散了,各自找路 有的进入了小花园 路比较短 出来的就比较早 有的进入了大花园 区区绕绕 耽误了很久才出来 最后,不同士兵出来的时间不同 队伍又散了 这种因为不同的滞留 引起的扩散被称作传置阻力 是范式方程的C乘以微小 那怎样减小它呢? 首先,可以把大花园改成小花园 减小不同路线的差距 其次,可以把速度降下来 如果速度太快 有的士兵从大花园里出来时 其他的士兵可能已经跑很远了 对应到我们色不住里 可以选用更小力净的填充材料 还可以降低流动向的流速V 从前面的描述我们看到 第一项与流速无关 和色不住的规格 以及填料的均匀程度有关 第二项纵向分子扩散 是和色不住内进 以及流动向的流速相关 而第三项传置阻力 和填料的力进大小 以及流动向流速都有关 后两项和速度的关系正好相反 这就需要找到一个最优的速度 使总的数值是最小的 在色不住确定 也就是ABC项确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通过计算 来得到这个最佳流速的值 通过这个公式 可以计算出经典的4.6毫米直径 5微米立径的柱子 最佳流速恰好就是每分钟一毫升 这可不是个巧合 其实夜象塞不住的内径 都是故意设计成一些零零碎碎的数字 比如4.6 2.1 就是为了让最佳流速能算成整数 大家输入流速的时候更方便一些 范德姆特大对沟解释了注效的秘密 同时也拉开了夜象色谱 飞速发展的序章 一个小小的公式 影响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这就是理论研究的魅力所在吧 作为分离的核心 下一集中我们继续讨论色不住